内外带您来看到的就是新庄的新月桥 在启用之后短短的时间 就成为了新北市的热门景点之一 而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新月桥 是一座专攻行人跟单车使用的景观桥 而且白天跟夜晚各有不同的迷人景致 加上新月桥上面还打造了天空步道 让大家走在上面是一个相当的有趣 所以新月桥才能够快速的 创生至新北市的热门景点 那么催生新月桥的灵魂人物 其实是新北市议员黄灵灵灵 那么到底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呢 我们要带您一起来听听看 新庄新月桥是国内双跨距最长的钢拱桥 也是新北市第三座专攻行人单车族使用的景观桥 桥上有段天空步道 让民众体验凌空漫步的感觉 正式启用之后迅速的成为新庄新地标 变成许多民众喜爱休闲散步的新景点 而催生新月桥最重要的灵魂人物 就是新北市议员黄灵灵灵 就是说这个新月桥 那他们想说在这里能够比较有别于一般的桥 一般桥都是行车 那行车的话都比较不 有时候车的话来来往往也没有办法说 在那驻足来欣赏这个整个的景观 所以我是觉得说既然我们要做 是不是做一座专属于行人的新月桥 那专属于行人的新月桥就是说 用走路的或骑脚踏车的 那我想没有想到造成这么大的震撼 整座桥梁搭配顺利光雕 加上透明地砖的天空步道 交织着桥上梦幻光影 不管是远观或接近它 都呈现出浪漫氛围 现在这里已经成为情侣夫妻最爱的约会场所 三五好友聚会也都喜欢来到这里 不错晚上比较漂亮 晚上的时候 漂亮在哪里 我不知道就看它形状的样子 那个形状啊 还有灯光啊 漂亮喔 水里队 水里 它的压境啊 它也看你压境 它还很多 很大 照景很漂亮 真的喔 对 然后呢 你有去那个天空步道吗 天空步道也不错啊 很好啊 真的新月桥 现在排行榜全国第一名 全国第一名 因为人蛮多的 我每次呢 如果送扇子说去新月桥上 桥上人 我想那时候夏天 送扇子给他们 一个小时一万只马上没有了 新月桥的启用连带的也带动了新庄老街的发展 正当许多人讨论如何让新庄老街风华在线时 新月桥的启用 正好如一轮绞节明月的光辉 照亮老街 为老街风华在线 带来改变的契机 以上新闻 记者新庄采访报导